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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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这场袭击幾乎肯定是 双方阿塞德旗下部队所为 用的是杀铃毒气 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如果证实是化无攻击 那就是战争罪 白宫发言人实拍色字称 就是因为欧巴马政府优柔寡断 造成阿塞德政权今日所为 和叙利亚友好的俄罗斯 周三的透过声明表示 当天的空袭是因为击重反抗军 擁有的化五工厂才会造成多人中毒 被认为是在为叙利亚政府找忌口 国经兴正在卫定报道